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一直到去年因为过了几年 中间我自己可能也就是心情也得到了贫富 情绪上面也好很多 我自己做了心理建设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没有当时那么难以支持 然后呢其次就是我刚才讲的 还有别的同学受到青睐 所以我觉得既然有我有别人 那么就说不准意还会继续发生 所以我试报就希望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的心态 才公布这件事情 公布到那个铁板上面 导致我高考的时候就是没有考得很好 就是我三年里面考的最差的以为就是不考 然后呢长期的影响 就是我对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会产生一种不幸运感 时间跨度长 还有两港作案的地点其实非常多 它作案的地点多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警方他的调查和取证 非常的纷繁复杂 还有第三个点呢适合拿的就是什么 两港本人是心理专家 那么就意味着 他的审讯人员 应该要有着比他更强的心理专业能力 才能够把这个案件给突破下来 这是我们国家首例的男性教师大面积猥胁 14周岁以上男性学生 而进入了刑事司法程序的案件 我们自己受到一些教育里面 很少有去涉及到要去保护男生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男生也是需要去保护的 在社会这个层面 我们应该去意识到 包括15年这个刑法就修改了之后 很少有人去了解到 伪系罪其实是有保护男生的 甚至未来我希望是能够看到男性被强奸 这个也罪名以至乎也是可以成立的 我希望通过我这种 单身做出这样子一个表率吧 单身表率吧 能够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包括现在那个校园里面的那种老师啊 还有同学们啊 都希望他们去重视一下这种新教育 从小学 甚至说小学就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些课程 要知道这个犯罪的那个人才是可耻的 我们作为受害者不是可耻的 我们应该跟那个可耻的人去做能力的斗争 我也相信就是国家他在这方面会更加强 再站在受害者这一边 我觉得会更公平公整 就是透明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也是我最大的底气吧 像我的同学们 有什么样的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 我们自己去没有 这样子的